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庄子预言,庄子梦蝶 这几是庄子,不知是庄子做梦变成了蝴蝶,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子 这是庄子最著名的预言,也是中国文学里最著名的预言之一 有人说,这个预言讲的是人生如梦 还有人说,这个预言讲的是梦醒 庄子梦醒了,开始思考人生和梦 这不是我思故我在吗?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庄子梦变 有一天,庄子做梦变成了一只蝴蝶 偏偏地飞来飞去,非常快乐和得意 不知自己是庄子了 忽然醒了,愣愣地发现自己是庄子 不知是庄子做梦变成了蝴蝶,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子